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百二十六期参考信息 年初说过 今年重点关注地方财政的三个方向 化债 省以下财政改革和政府股权投资 最近相关的信息有点密 8月14日 岭南股份公告其在2018年发行的 6.6亿可转债到期违约 无法兑付本息 岭南股份的实控人是广东中山市国资 因此这是全国首例国企可转债违约 岭南转债也成为正股没有被ST转债先违约的首例 16日 证券时报头版发文 国企可转债的钢对信仰该放下了 文章说 金融产品的定价 一般以相应的风险为主要的考量因子 但过去很长时间 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具有国资背景的企业 通常具有较高的信誉和偿付能力 文章提醒 投资者资产配置 应该重点考量发行人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而不是因为对方是某种身份就拔高或者歧视 首例国企可转债违约的案例 是可转债市场的一小步 更是让市场之首发挥作用 让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大步 今年可谓国内可转债实质性违约的元年 5月以来陆续有搜特退债 宏达退债 兰顿退债 和岭南转债实质性违约 与前几个不同 岭南股份是国资 公司主业是生态环境建设和污水环境治理 近年来因地方政府延期支付造成回款难 业绩亏损 资产负债率较高 2022年开始净利润一直为负 今年股价累计下跌了64.75% 而最高时一度达到每股180.57元 8月14日 岭南股份收盘每股0.93元 低于1元 面临退市的风险 打破钢队喊了很多年 这次是认真的吗 三天之后 这期首例国企转债违约就出现了转机 岭南股份17日公告 中山国资 中山市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员服务有限公司 筹划收购部分岭南转债积其权利 债券持有人持有不高于1000张的全部收购 超过1000张的以1000张为限收购 价格是每张100.127元 稍高于面值每张100元 如此看来 当地国资打算在10万以内兜底 不过投资者疑虑 原本说好每张107元 如今只有每张100.127元 算不算割韭菜 古巴里有投资者留言 买得少的可以高兴 买得多的呢 如果买了2000张的怎么办 剩下1000张继续留在手里纪念吗 野蛮生长的地方金交所正在加速退场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近日公告 根据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通知要求 不再开展包括非上市国有产权转让 不良资产转让等在内的一般金交所业务 不过北京所本身仍然幸存下来 是唯一成功的转型案例 今年全国至少20家金交所关门 一开始金交所是由地方政府批准设立的 综合性金融资产交易服务平台 是为了盘活各地流动性差的金融资产 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后来业务不仅限于资产转让 国有资产交易等 还开始乘坐城投债项目等非标业务 与互联网金融公司合作 另外 为解决地方企业融资问题 金交所设立初期承接大量城投债项目 早期金交所多由国资发起 经省市一级政府批准 这个优势被P2P平台 房地产企业 地方城投等主体相中 由于缺乏监管约束和透明度 非标狂热的时代 金交所为各路资本大开方便之门 而在巨大的灰色需求和利益诱惑之下 各类钻控子的伪金交所 在地方曲线乃至乡镇扎堆成立 大量违规甚至非法的金融理财产品 通过金交所向公众销售 金交所的风险逐步暴露 2018年后监管财不断加码 地方金交所成为清理整顿的重点 一位接近货币监管机构的人士表示 各地政府及监管部门 一直都对金交所认识不足 没有当作金融基础设施来对待 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做业绩 用各种擦边球批准成立 之后就是出事整顿 再出事再整顿 今年是一波大的关停潮 3月湖南辽宁西安重庆等地金融监管部门率先公告 取消辖内金交所业务资质 5月10日山东吉林江西青岛深圳无省事跟进 6月21日是广东厦门宁波天津山西黑龙江河南海南八地 7月初四川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公告 四川金交所主动申请退出交易场所行业 不再从事交易场所相关业务 而财新曾在6月报道 目前各级法院累计的金交所产品纠纷有上万宗 主要由各类金交所 伪金交所定容产品爆雷引发 上个夏天我们出了第一套T恤周边 分别是社会化抚养 钱从哪来和太理想的三种 大受观众朋友们的好评 这个夏天我们出了新的T恤系列 一起把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穿在身上 三款设计依旧是简洁复古风 比起上个版本的T恤 我们这次有更有趣的印花 没有大范围的文字标语 避免了一般周边不敢穿出门的困扰 这次客重比起去年也有提升 纯棉质地加上落肩款式 穿着很舒适 现在要去哪都习惯穿着这个T恤 随便搭一条裤子 看起来都很有设计感 特别提醒 今年大家下单要买小一码 今年的码是偏大的 这三款是我们设计师同事费了很大劲 改了很多版才定得着 融合了我们的键盘政治 你能很好的解答 马都工这段时间在干什么的问题 来看这个键盘政治 顶个球用 这次我们想来一点舒适圈内的整体 胖蓝加金色的配色 一眼就很出彩 背后这是一个胖胖的键盘海豹 头顶地球 胸前这是一个锤子和扳手的交叉设计 可爱 还算是得上庄烈吧 正在潜水 这件T恤的颜色一出来 我们都很喜欢 鸭蛋清灰色 比普通的灰调更高级 搭配了印花电蓝色 更显着日常穿着的审美 这个带潜水镜的小海豹 确实是大家都爱的萌物 还有一个 这就是 我这段时间在干什么 积极摸鱼 摸鱼不积极 思想有问题 我们的内容团队全都是摸鱼打师 四处摸鱼 这也是沉淀知识的最好方式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件T恤 鼓励大家多摸鱼 多干一点日常生活轨道之外的事 一起学习进步 剩下将至正是给衣柜换新的时候 这三广很有设计感的T恤 每件都是88元 三件下单 力减16元 可以走评论区支顶链接 在我们的店里下单购买 记得看18表 酌情买小一码 平时穿L 这次买M就可以了 近日 司法部会同财政部证监会起草 国务院关于规范中介机构 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 提供服务的规定 征求意见稿 聚焦中介机构服务中的相关收费问题 加强监管 增强中介机构的独立性 明确禁止性规定和处罚措施 其中规定 地方政府不得以上市结果为条件 给予奖励 违反这一规定 给予发行人或者中介机构奖励的 应当予以追回 并由有关机关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 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过去 不少地方政府将辖区内上市公司的数量 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 对上市公司进行红包奖励 金额在数百万元至几千万不等 据不完全统计 至少有甘肃 广东 湖南 陕西 内蒙古 四川等十多个省份 明确对以上市或拟上市的企业 进行现金奖励 例如甘肃对成功在主板 科创版 创业版 及北交所首发上市的企业 按照上市成本实际支出 给予等额奖励 最高不超过一千万 今年 北京朝阳区对境内外成功上市的企业 给予最高五百万的奖励 对新三板挂牌企业 给予最高两百万元的奖励 但是 地方政府大幅鼓励企业IPO 可能带来上市企业的一些道德和信用风险 一些不符合上市规定 或者不属于国家鼓励上市的行业公司 可能有做假账套取地方政府奖励 上市后疯狂套现等 严重危害资本市场的行为 如果新规能够通过 这种红包招数可能难以为继 地方政府给上市公司的红包奖励 也可能被追回 另有分析认为 地方政府不得为公司上市提供奖励 把企业上市这一市场行为交回给市场 有利于IPO企业的减少 一级市场为真正有能力创造价值的公司服务 也有利于目前低迷的二级市场 企稳并反弹 国资投资的融错大门开启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 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 明确提出国有天使投资基金 创业投资基金的考核中 不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 提出延长存续期 差异化考核 退出等一系列与股权投资相关的措施 还有不少开拓性尝试 例如首次在地方立法中 构建高校院所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全过程自主管理的法律框架 首次在省地方性法规中 明确可以将科技成果使用权 座驾投资孵化科技型企业 近年来 国有资本在股权投资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但受传统国资考核体系的制约 风险把控极为严格 决策时效和灵活性落后于市场化机构 哪怕不是投资失败 只是项目稍微有点财务记录的瑕疵 国资管理机构都需要单则 导致容易出现风险厌恶行为 保值增值的考核红线 更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鉴 怕被追责 部分国资产生了不敢投的心理 宁可错过 不愿投错 背离了创业投资高风险高回报 长周期的商业逻辑 为此 容错机制摆到了国资的面前 今年6月 国办发布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创投17条 改革完善基金考核 容错免责机制 健全绩效评价制度 健全符合创业投资行业特点和发展规律的 国资创业投资管理体制 和禁止合规责任豁免机制 探索对国资创业投资机构 按照整个基金生命周期进行考核 各地也开启探索 比如北京东城区最新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 新增禁止免责的具体情形 只要是按规合理运营 引导基金合理容忍正常的投资风险 不将正常投资风险作为追责依据 广州开发区科技创新创业投资母基金 发布管理办法 也写入禁止免责的四大情况 7月底 成都高新区发布全生命周期 投资基金运营体系 对各类投资基金明确亏损容忍的尺度 种子天使创投产投并购基金等 政策性基金的容亏率 从80%到30%进行设置 市场化基金的容亏率设置为20% 科技创新必然意味着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 而国有创投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 国有参控股企业政策性出资 等于是拿纳税人的钱去试错 需要严格监管 而这很难平衡 投资研究机构清科研究中心数据 2023年我国股权投资市场 新募人民币基金的LP 披露刃角出资超1.5万亿元 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LP的 合计披露出资金额占比77.8% 今年上半年进一步上升到81.2% 投中研究院近日发布 2019-2023年国资平台分析报告 一级市场全面进入国资时代 目前全国国资主体数量 23014家 其中5981家国资GP 16205家国资LP 国资机构过去5年 直投金额1.59万亿 直投约1.29万家企业 算上间接投资 共投了约2万家企业 98%以上依然存续 过去5年获得投资的企业 每3家就有一家获得了国资机构直投 省级层面 广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北京 安徽 6省的国资最火焰 广东国资直投总金额最高 江苏国资间接投资第一 投资最多的三大领域是 电子信息 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 也说明国资机构 对制造业的偏爱与日俱增 从各大城市发布的 产能扩建项目中也能看出 有涨就有跌 消费和金融两大领域 萎缩的幅度最大 与行业切身感受基本一致 从好的一面来看 就企业而言 国资平台大力投资 让初创企业降低了对银行债群 融资的过度依赖 对产业而言 国资推动了产业发展 对区域经济而言 对产业聚集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有一些忧虑 国资直投1.29万家企业 意味着大量被投项目等待退出 而IPO是小概率事件 需要探索多元化的退出路径 这关系到国资机构的投资效益 与持续投资能力 随着地方产业基金的进一步发展 国资机构的总规模 还将持续扩大 一级市场森多周少 将进一步抬高资产价格 此外 一些地方国资的投资 是在接盘竞争失利的 新能源汽车企业 以及大批光伏项目 在部分行业已经过剩的情况下 也要防止重复建设 和控制新增的地方债 国有机构出资占到八成多 从另一面说明民间投资不振 国家发改委16日 联合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金融监管总局发通知 建立促进民间投资资金 和要素保障工作机制 加强向民企推介投资项目 特别是交通 能源 水利等基础设施重点项目 并加大融资支持力度 让民企在融资上更便利 上个月 深圳举办 2024大湾区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文科资深教授张军 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经济放缓的背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指出 从2013年起经济增速持续放缓 有一多半的年份 未能达到政府设定的预期增长目标 背后除了疫情和外部冲击 主要不是需求冲击造成的 而是政府干预供给端的结果 他复盘了政府对三期叠加 就是换挡减速期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产业结构调整正通期的判断 和宏观政策转向供给侧的思路 形成过程 由于政府过于强调供给结构调整的重要性 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和广泛使用产业政策 指导投资分配 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市场准入股资和融资方面 政府在供给端 加强了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干预 加剧了资本错配 经济学家估计出的全要素生产率 出现了持续恶化趋势 一些研究发现 这些年 产业政策和特定目标的战略 鼓励了更多资源被分配到生产率较低的部门 反映出市场主体和地方政府 在投资分配和市场准入方面的自主权受到限制 抑制了市场活力和整体经济效率 最终也引起需求的不稳定和收缩 张军认为 中国经济过去10年的放缓状况 跟上世纪70到80年代的日本经济有部分相似 他建议 只有推进供给侧的市场化和自由化 将政府干预最小化 给予市场 企业家和地方政府更多的空间 才有可能让经济回到正常的轨道 最后是一组政府人员失言消息 近日 河北唐山市一家企业因涉嫌网络传销 被山东城武县市监局拟罚款2558万 然而一段广泛传播的录音显示 该局的工作人员张某与涉案企业就罚莫金额谈判时 要求企业认罚不能低于2100万 因为有5000万的政绩指标 并称 说句难听的 扶持一个企业 我真没那本事 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 抓住一点小问题 一放大 这个企业就要完了 这话被指存在趋利性执法 有网民评论 实在人真耿直 一不小心说了实话 不过张某称被企业断章取义 他说这话自己在很多场所都说过 我们扶持一个企业不容易 毁掉一个企业太简单 所以立案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没有充分的证据 不要立案 而对于5000万政绩 则称当时只是顺口说的 只是想让企业积极配合 因为发表不真实的言论和猜测的语言 张某已被处理 城武县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目前企业方面申请召开听证会 处罚还没有定论 湖北前江市官媒 前江日报近日报道 全市行政执法 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会 市长杨勇要求坚决杜绝 行政诉讼败诉案件发生 引发关注 行政诉讼俗称明告官 在明告官如此艰难的情况下 市长要求政府不能败诉 听上去不大合理 今年初 江苏延城司法局发文称 市政府五年无败诉 胜诉率达百分之百 就被指炫耀 前江市司法局 2023年度信息公开显示 去年全市行政诉讼案件 51件 审结36件 其中败诉一件 败诉率百分之二点七七 2022年败诉为百分之二十二 败诉案件及败诉率大幅下降 早在2016年 国办就要求 不得借促进经济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等名义 以开协调会 发文件或者口头要求等任何形式 民事或者暗示法院 不受理依法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 或者对依法应当判决 行政机关败诉的行政案件 不判决行政机关败诉 14日 前江市委网信办回应 市长袁议氏强调行政诉讼 应依法依规处理 该言论系前江日报 在新闻稿件采编过程出现偏差 发稿审核把关不严 好的 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 政府机构改革没有提到 篇幅不够了 明天再谈 关不协判 明天再谈